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得不又谈一谈黄建祥老兄 提起网络是吧 提起社会热点 提起社会热点 群众不都聊这个事吗 是是是 我刚才说今年的草头黄都比较是热点 怎么讲 一个黄建中 一个黄建祥 反正草头黄今年都比较郁闷 以前也有姓黄的 我跟你说 姓黄的千万别起 我所见见到的 我的生活经历里 少数的 姓黄的人 黄是人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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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都是 都是个人物 都是个人物 就是说 你知道黄建祥在上礼拜刚说 他辞职嘛 但是呢 开骂了 说因为南方周末一个女记者 写了一篇报道 哗呀 那么大版 然后黄建祥开骂 哎呦 我觉得是性情中人的 说是什么 骂什么的 我恶心的 我苦胆都吐出来了 东哥还发现说 说这记者是什么来着 民机 不是我说的 不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真的没有说 现在是这样的 为了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我总统还真跟黄建祥通了一个电话 哎呀 东哥 你看这真是用功 我跟黄建祥通了一个电话 我就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坦白说我不是特别关心这件事情 因为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呢 你会发现每天都有这样类似的事情 也就麻木了 但是呢 有两个细节很有意思 第一个呢 打电话进去 打不进去 第二个呢 打已经打不进去了 他总是在占线 然后呢 发了个短信给他 建祥给我回了一个电话 是吧 用的是一个看不见电话号码的 私人号码 我觉得呢 说明什么呢 说明 说明建祥这两天呢 真的是有一点点身心疲惫 对吧 第二 我就问他 这适合你这中医给他开开放的 不是 我就问他 我就说 建祥这两天怎么样啊 他这个嗓子有点哑 然后呢 就给我讲到了这个很沮丧 就是说 虽然他这个现在呢 是被迫或者被动的 成为全国人民娱乐的一个焦点中心 是吧 他以前呢 也靠这个娱乐人民 他甚至也认为自己应该是娱乐人民 带来了这么多的这个大家的关注吧 那现在呢 他在继续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呢 他肯定也是受到了一定的伤害 挺会说话呀 东哥 我觉得 显然是这样 有人说的跟你就接着 我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他 首先我觉得他骂别人是鸡 不管别人是不是鸡 都不应该把女孩骂一个女孩子一个女性是鸡 这不好 这要批评 他代表这个女性主义者提出批评 这不好 而且应该道歉 然后我觉得又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他 我这两天一直在问自己 我说为什么我们特别乐意看黄建祥 全国人民特别乐意看 还有很多人很喜欢看黄建宗的 北京有一条桥都叫建祥桥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对 我觉得黄建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这就是他就等同于在我们心目当中 他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人 堂堂的央视的体育评论员主持人 三十八岁的有魅力的男子 相貌堂堂一表人才 你怎么把那女记者的话说出来了 对 刚刚离异 这是有吸引力 像这样的人成为了一个娱乐人物 远非是张玉这等 普通的草根北漂小女演员可比的 我们爱看他 我们觉得特刺激 我觉得黄建祥在这篇报道里 他还说黄建祥据说是 千个不愿意 一万个不情愿 不要把他辞职的这个事 媒体们给炒作起来 但是不如他所愿 又给炒了起来 可是我这个感觉 我也是媒体中人的 我就跟黄建祥说 那可真叫个没办法 你知道 我最近感觉 周末我是最幸福的人 就那天跟东哥 他在做网站的 我就跟他讲 我说有一件事不能不承认 你说为人民服务吗 我们这个节目 他收视率整天比 他干嘛的 现在凤凰也比收视率了 没错 门口那小黑板 我整天我都不看 我扭着脑袋过去 但是呢 那么你就要谈大家伙 爱谈的 其实我跟你说 一旦回到周末 我一个人 我的兴趣没有这么宽 是很窄的 但是我最近发现一个现象 我经常在周末的时候啊 很讨厌我周一到周五的这个 东文套 我自己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有点冤呢 就凭什么 凭什么 就是你看 这些事情 主导了我们近两年 一两年的这个话题 乔乔三人 聊的就是大众的 就是最火的话题嘛 然后我这一两年捋下来 什么张玉也好 扰影也好 或者是 当然跟黄金强 不是同类事件 我就说这一类网络啊 或者是吵出来的这些事啊 容不得你不愿意 你你就是得谈 你不谈你就算冷门 所以那天涉及到一个问题 我就说 我们组里还开会呢 大家说 呃 要不要请张玉 坐在你这个位置上 要不要请扰影 坐在你这个位置上 甚至于 我最近两天得了一个 呃 一个一个一个 很多很多顾问嘛 帮我们出主意嘛 有一个顾问就跟我讲 说这个温涛啊 你讲老实话 你这个 你这两年呢 我觉得你这个趋于保守 是吧 就说你这个太有道德负担了 哪有那么多 他打破禁忌嘛 他说你看看眼下这个社会 对吧 你得想个办法 你活 他说你当 他分析我 他说你当年 怎么活呢 就是讲黄段子嘛 你以为你有什么 多多深的内涵 靠这起的 你对 好多人骂你 没有关系啊 事实上 大家知道你了 然后你在做 你该做的事 但问题在这里嘛 问题是你现在并不会 为为此感到快乐吗 对不对 你虽然火了 就那个时候 假如你还可以继续那么火的时候 你还是会感到感到很担心的 对不对 不是 那个时候 你知道咱们刚在凤凰 你知道吗 我这个人按说是不可能不在乎周围人的议论的 就是一个特别巧的一个事情 当时在香港还没有凤凰网站这回事 基本上我们人家也给香港寄信 邮票也贵 收不了太多的来信 你也没什么名气 所以说呢 完全是无知无觉 反倒是个贼典的 到后来有了这么多的反响之后 才知道管束自己的言行 嗯 所以我觉得黄建祥这个人呢 这个这个我到我看了这个这个报道 他令他非常震怒的这个报道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生气 我觉得黄建祥简直是为我们这么一个娱乐 眼球经济时代而生的 实事造英雄造的就是他这种人 他从他的相貌背景脾气性格做事的方法 帅啊 性感啊 在美国你知道体育评论员 那是被认为最性感的男性职业 比你的牙医性感多了 黄建祥性感的男士 哎呦天 你知道吗 那你觉得我们东哥这相貌 很难得很难得看着这样一个女孩子 这样去 他还是不要说去做牙医 做牙医 做牙医 天呐 说起来黄建祥这事让我想起什么 前两天我听见一个观点 说呢现在这个人啊 你要火其实并不难 对吧 任何一个人你都可以火 是吧 明天你文涛 你讲讲你以前在这个做的一些 不用 就我昨天晚上复习的那些黄段子 我今天说一集就火了 对 现在要火不难 难的是什么呢 难的是如果你在互联网上找不到你 哇 这才叫贵族 你知道吗 我最近听到一派观点 这派观点说什么呢 在互联网上真正牛的人 是被剪法剪掉的 叫看不见的隐形上层 他们是可以影响到那些 你每天经常看到那些很火的人 去表达他们的意愿的 但是呢 你在网上是找不到他们的 去到这种层面的人呢 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不需要靠自己火 把自己抛出来做一个事情呢 这是 这还是一个体力火 就是风险还是很大的 东哥 这算不算小隐隐于也大隐于事 现在是超隐 要隐于百度 超隐要隐于网 要隐于网 超隐吧 我看是 现在网是超隐 说起隐私这个事 我给你讲的特别有趣的事 前段时间呢 我呢去甘肃拉布伦寺 拉布伦寺 好想 拉布伦寺 牙医跑那当喇嘛去了 在拉布伦寺 在拉布伦寺呢 然后呢 碰到了一个活佛 这个活佛有意思 他前段时间帮我们设计 我们那个logo啊 就是那个标志 我去找他跟他玩 躺在我们家喝茶 他跟我说 他说你知道现在呀 做隐私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做什么 做隐私 隐私啊 因为在现在还有隐私呢 在密修界的有一些人呢 比如在中南山上还有一些人呢 他呢 可能就比如说三十天不吃饭 去屁股 然后呢 甚至有些人是半年时间 去用很低很低的那个能量摄入 然后他去 像那个电脑一样 把所有的窗口都关掉 关掉之后呢 他就像 他就会比较纯粹了嘛 那但是呢 现在呢 现在有些隐私 比如说他有固定的一些修炼的地方 经常在正在修炼的过程当中 昏昏一睡呢 突然一直哗 很亮的电灯筒 就会射到他脸上 就说 拿出你的修行证出来 拿出你的修行证 修证还要驾驶 无照驾驶 还有这个 现在他说他都疯了 那些搞修行的人都疯了 说现在还要有修行证 那有些人呢 比如从四川 靠长头去的甘肃那里 才去修行的 人家爬了三年 才爬到那里吧 他说你来回去 让你们单位开修行证 要不然说 立刻 立刻醒过来 立刻醒过来 别干这事 那我想讲回来是什么呢 就关于隐私 现在做隐私 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你要想把自己 所以呢 根据这个市场原则 越稀缺的东西呢 它越有价值 是吧 如果你在互联网上 没有名字 那你就这样 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是人家那个 陶渊明说嘛 这个心远地字片 就是说 我虽然住在人市里 我就住在北京市里 但是呢 我也是个隐私 因为呢 我这个心远了 地方 这个环境啊 不算什么 就是心远地字片 但是我不明白 你说这个跟黄建祥 有什么关系 黄建祥的关系呢 是什么呢 就黄建祥呢 他开始的时候呢 可能 因为也没有什么 我估计也没什么背景嘛 那个时候 他又不是专业人士嘛 所以呢 博出位 是吧 这一不小心呢 博火了 火了之后呢 这个事情呢 我估计他现在发现什么呢 是不受控制了 你知道最可怕的事情呢 就是不受控制 任何事情 你一不受控制的话 除非你这个心态 就张开手 你就拥有全世界 像周润发在 那个卧虎长路里面说的吧 除非是 你能够真的能够张开手 把自己抛生出来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你们去说 我把我自己贡献出来 跟大家娱乐 除非真的能到的一个境界 如果你有没一档那个境界 只是做中途这个境界的时候呢 那互联网是绝对不受任何人控制的 事实真相 我们永远不知道 也有人 这两天居然说 这个这篇文章是这个 吴记者和这个黄建祥 两个人联手的 你可能 你了解他们 你了解建祥 他现在都已经是惊慌失措了 他绝对不能是一步步 怎么能这么说人 咱们还是去广告 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黄建祥这个事 让我想到的是什么呢 选择 你比如说 一个人面对公众 其实我一直觉得 这是个特别让我害怕的事情 你比如最好是就像你说的 隐姓埋名 不要引起注意 但是呢 有些时候不是这样 你必须面对这个公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心里必然 别管怎么说性情中人 心里必然有所考虑 你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 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碰见一个事情 比如说是开骂 还是不吭声 忍屈受辱 还是说怎么着 我就发现呢 不同的人 对自己啊 在这个世界当中 就你要做一个什么人 价值观决定选择路线 选择路线决定命运 你比如我举个例子 你好比像说这个 李敖 对不对 哈加在这个 为了阻挡台湾这个军构 你记得前一阵带一面具 喷吹雷瓦斯 这个东西啊 关联到一个人 甚至于对他死后在历史上流明的一种设计 比方说 他查 从来人类议会历史上有打架的 但没这么干的 我就要跟你这么干一下 我也老了 而且呢 我也是为了正义 对吧 而且呢 你看 甚至从另一个角度解读 也可以说是一种行为艺术 你知道一本书叫娱乐至死 尼克波兹曼的纽约大学的教授 他提到说 当一个社会 他的所有的社会生活文化 全部变成了娱乐消息的周而复始 就像我们来过来去的说 那么这个民族就到达了 就是说缔造他的娱乐人物 变成了一个娱乐社会 所以我们就要娱乐至死了 所以黄建祥是特别适合这个事 时事造英雄 所以我觉得我为他设计了一条人生道路 你们听一听 一个认为他性感有魅力的一个女性 觉得他应该完全走这么条道路 如果他足够的聪明 甚至他不用聪明 他足够的 就是说能够吸取其他的人的人生 人生的经验的话 比如说我们想到里根 里根是曾经是一个三流的 橄榄球的评论员 体育评论员 然后成为了二流的娱乐明星 影视明星 从来就是拍二流电影 他自己的表现也是二流 然后成为了一流的政客美国总统 黄建祥现在还干嘛呀 遮遮掩掩 一步三观望的去 人家说他 你现在想去扎身娱乐圈 因为娱乐圈好赚钱 他还觉得特愤怒 你不能这么说你侮辱了我的价值观 他不用 我觉得他应该是大不留心的 直门瞪眼的直奔这娱乐圈去 该干嘛干嘛 然后在若干年以后 他可以考虑从政 这就是啊 这个人人说人了 你们说这些啊 都让我觉得 好比假如我是黄建祥的话 那可能也会觉得 就是你怎么知道我怎么想 被人左右了命 不是 就是说大家都在说我 可是你们了解我吗 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不重要吗 不重要吗 当然不重要了 就有如说文涛是吧 你在电视里面的斗文涛 和你在私下的文涛 绝对是两个人 你在电视里面的斗文涛呢 是你多少年来的观众 给你的信 你的不利润的监制 你不同的摄影师 不同的化妆师 共同修炼打造出来的 一个节目里面的斗文涛 而在现实中的斗文涛 是两个人 所以呢 你这什么敬业嘛 对吧 是 你说的有道理 我就是说啊 这个就你出现在 你比如对于古人来说 他注意的是深厚的名声 他出现在深厚的名声 对于当代人来说 咱要这个现实报 出现在公众 心目当中的那个你 其实私人生活当中的那个你 就像我说周末的我 跟周一到周五的我 其实是两回事 但是呢 套用一句周星驰的话 其实你是个演员 周星驰说四传话吗 其实你是个演员 演员没错 问题就在这 我也很认同 就是在人生的舞台上 那么你要演一个什么角色 我就举一个例子 好比说这个 明末 你知道吧 那些大臣们 他形成一个风气 那个时候的道德标准 你看一个风气 哎呀 急死我了 这皇帝 你怎么也不杀了我呢 我就骂你皇帝 我就跟你提一件 你这杀了我吧 你怎么还不杀我 因为皇帝把他杀了 他就是一代名臣 敢言 对吧 要轻始流明 你看这就是对自己某种不属于肉身的形象的一种设计 就是说我要做那样的人 他说他对他作为一个导演和编剧 对他所扮演的那个演员的设定 就像现代社会里 你比如说 我说很多人 我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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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或者我骂 我骂 那其实自己未尝没有琢磨过 那家伙感冒天下之大不为 这事有两类 我觉得一类叫机会主义者 那就是为了火 为了私利 为了什么 对吧 我这样弄 我就坚持到底了 你们越骂越好 我就火了 我得到 我想得到的 还有一类 理想主义者 有的时候也以这种面目视线 就因为在现在社会里 你说当这个隐士 那么你正义的主张 别人不知道 所以有些人看到这一点了 就说 我就是要造新闻 我就是要包装 我就是要宣传 因为我相信 我做的事是对的 因为我相信 你就好比说 黄建祥开骂 骂那么难听的话 他可能也是坚信 我要张扬的东西 是对的 所以说 我就要采取这种 不温和的姿态 来施展我的这个武力 大部分的情况是这样的 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理想主义者 然后就变成了机会主义者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怀揣理想 你去做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人民对你的回报 是热情的 洋溢的 拥抱的 然后你就得到利益了 当你得到利益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条路很好走 然后就慢慢的 有些时候你没有那么多 因为当你得到益处的时候 当你有好处的时候 你就没有那么多愤怒了 但是人民需要你这么愤怒 你知道吧 于是呢 你就变成了一个机会主义者了 你已经被命忽悠成这样 真正是异化 人是会变的 人和人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刚才你说 说大臣要死 高尚者是高尚的 木志明 什么卑鄙者 卑鄙通行证 但是黄建祥现在显然是被全中国人民愿意看到的一个娱乐人物 那么反过来 我们问他本人 他是不是就不愿意配合 我觉得以他一年以来的这个言语行动 他他十分的配合 是他自己把自己忽悠成在这个位置上 你看对那个 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司控 不是人民的力量 对 人民没有这个力量 咱们说的就是一个叫 我们相对配合人 叫黄建祥的符号 其实我一直坚信 人心隔肚皮 一个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永远你也弄不清楚 所以呢 我就觉得呢 哎你爱引诱名人名言 我也给你念一段 我觉得黄建祥这个事啊 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起 最近不是闹这个沐昕吗 说沐昕文章写的天下第一 对吧 他的一段话 我记下来 说生命是什么呢 生命是时时刻刻 不知如何是好 哀愁是什么呢 要是知道哀愁是什么 就不哀愁了 生活是什么呢 生活是这样的 有些事情还没有做 一定要做好 一定要做的 另有些事做了 没有做好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有人说呀 这个心挺重要 对吧 就是适合居心 适合居心 我自己想 比如说如果要请这样一些争议性的人物 甚至就我那个朋友跟我讲了 说百无禁忌嘛 你比如说你要讲小姐 你就请一个小姐嘛 我说能请小姐上电视吗 那有什么不可以 现在这年头 你干点什么 别人的会痛骂你的事情 你不就火了吗 就说 但是我就觉得 标准不一样 你看 当你这么想的时候 你为了什么呢 为了博收视率 你比如说换一种角度 就是说 我可以请他 但是我请他呢 我是觉得 他是现在引起这么多人正义的一个人 我们可以跟他对话吗 我们可以向他质疑吗 等等 如果你抱着这样的一个心 可能做出来的效果又不一样 你说这种人的 这个咱们今天在说 这个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吧 我都想到你自己不是也给人传出过这个什么 给架空了吗 其实这种事情 感觉你是美国白宫的 给架空了 没有 这种事情呢 前段时间呢 关于百度 关于我个人 也有很多的新闻 我后来发现呢 其实啊 你应该包容 因为呢 人家不了解 人不知而不韵 是吧 好好讲话 是吧 你说是吧 你有时候 我有时候 注意到他现在的思想的脉络 又隐世了 又孔子了 人不知而不韵了 真的是这样 人家的虚拟空间 不是的 我最近越在研究互联网的时候 越发现呢 其实整个社会正在处在一种回归的状况 越来越部落化 越来越强调 讲调这种包容性 越来越讲调道德的诚实感 越来越讲调 这所有东西 其实是什么 其实都是在三千年之前 就已经被倡导过的东西 那你会发现 它的背后是什么呢 它的背后实际上是科技的进步 和人性的进步之间的落差 那回归到什么朝代呢 我认为 其实回归到一个通达 真人的朝代 真实 真言 就是真实嘛 但是我们这节目 是网络开始 网络结束了 我们是在虚拟 我彻底投降 像虚拟 不错 感谢观看